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立 下周六,1月13日,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 这周,我们将播出对历史学者杨孟轩的访问 请他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解释台湾绿营蓝营形成的渊源 杨孟轩在台湾台中市出身成长 14岁赴加拿大多伦多留学 硕士期间开始研究台湾历史 现任密苏里大学历史系东亚史副教授 他2020年出版了著作《逃离中国》 现代台湾的创伤记忆与认同英文版 2023年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逃离中国》一书 为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那段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杨孟轩在书中写外省人的双重性 他们既是因残酷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又是均临于台湾岛民的专横殖民者 我们还讨论了中共如何把日本侵华这个历史创伤工具化 变成它合法性的一部分 以及在中国进行历史创伤与记忆和解的困难 为什么中共要特别强调日本侵华的创伤 而对自己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创伤绝口不提 甚至禁止提起 同时为什么中国大多数民众也不提及这些创伤 而更愿意提类似日本侵华战争这种更加久远的创伤 孟轩你好 你能不能先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写《逃离中国》这本书呢 简单来说就是 《硕士论文》的时候做了这个二二八 因为它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比较相像 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呢 也对这个台湾说的外甥人 49年从大陆过来的这一批人 其实我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兴趣 这个兴趣当然是来自于说 从台湾人的角度 他们是殖民者嘛 或者说就是说 统治者是在这个49年之后 一直到民主化之前呢 在台湾掌握权力的人 那当然外甥人他们自己中间有很多这个不同的阶级嘛 他们也是有很多中下阶级 问题就是说 这个集合性他们像统治者 可是好像 他们自己都不这样子认为 而且还觉得说 他们有一些这个 对我们今天讲的受害者意识人 他们认为是说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 他们遭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然后呢 这个经验来讲 对他们非常的不好 他们似乎还hold on to 这种所谓的中国意识 然后他们可能还想跟大陆统一什么 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 有点像好奇心了 其实我也是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心态吧 就是你在采访外省人的过程中受到了敌视 而本省人呢 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同情外省人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经历 还有你怎么来回应这些敌视和不理解的 说实在的 在采访外省人中受的敌视是比较少一点 那这个可能因为是说 我中文或国语的普通话讲得还不错 这个就是国民党殖民的功劳 所以他让我忘记了我自己的语言 那这个很失败的经验呢 因为我的访谈同意书 上面就有写你的访谈计划 你要问什么问题 那我上面就写说 大离散啊 可能大逃亡这种感觉 那个应该是我第三个访谈的人 他就觉得说 我又不是逃亡 我不是难民啊 我只是跟着政府迁移到台湾了 你凭什么这样说 你就跟现在这些民进党 或是台湾人一样 就羞辱我们这样子 那他真的一进去 把门关起来就不跟我讲话 那我是有点呆掉 我觉得说 哦 怎么是这种情形 后来我想说 对 如果我要访谈他们 要知道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的话 你要比较用他的心态来看事情 我说刚开始 我也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你讲一下 本省人对你的反应呢 我某部分的家人 像我自己的父母 我跟他们长期谈这些事情 他们到最后都非常可以了解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参加台湾教授协会的会议 他就是台湾的教授组成的 那所有的教授都是比较深绿 然后比较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学术团体 所以他们也会做历史研究 然后会出版东西 那台湾教授协会 在2009、2010年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会长叫陈一生 陈一生现在应该是国史馆的馆长 因为现在是历云执政嘛 那他一直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 一个研究员 一个非常资深的历史学家 陈一生老师有时把我找去说 他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学术会议 然后要出一本这个 有关台湾战后史的书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人可以写外省人 因为我就是借由这些经验 就是realize到一点 说原来在台湾大部分做外省人的历史的人 去做口述历史 去过访谈 然后去做这个文件历史研究 其实他们都是二三代外省人 然后做这个台湾史的人 有很多都是这个 这个区域 对对对 现在可能不这么明显了 但是我刚开始 2007、2008这样子 就开始这个研究的时候 那个趋势真的非常的明显 那所以陈老师就跟我说说 他们当然知道我的家庭背景 对不对 然后说那你当然是我们的人 可是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子 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发表 我就记得我去那时候发表 走进去 而且一走进去 它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 它其实有 中南部来了一堆人 那下面大概有一两百人 然后我就在那里做我这个 1950年代的外省的人的历史 然后他们流离到台湾是如何的可怜 他们的心境 我看真的越讲下面的人 越听了越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就有一些可能在场的前辈们 不是觉得听得这么的愉快吧 那其实陈医生老师 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 他真的有站起来制止说 大家问问题的时候要这个 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那个时候陈医生老师 有跟我解释说 他们台派的学者 就是陈水扁 然后马英九 现在指责 然后有强烈的族群冲突之后 他们台派的学者 也开始思考说 你不能够永远 把外省人的群体 这样隔绝在台湾主体性之外 因为他们也是 在这个岛屿上生活的人嘛 他们跟他们现在后代 都是台湾这个民主政体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就连台湾销售协会 这么深绿的读的团体 他们都在思考这一点 所以他们才会说 那我们知道说你在做这个研究 就是说你好像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是外国的一个研究生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场次 完了之后 然后我下去放松一下去上个厕所 然后你知道男生就要并排上厕所 然后上厕所都有旁边的那个长辈 就好像有点熟络你说 好啦好啦没有关系啦 我们有点不高兴你的讲法 但是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从加拿大回来的研究生嘛 你对台湾的历史还不了解 那你要好好的去聊 我基本上我的立场都是说 我不会反感 我没有反感 因为就是说这些长辈 他们让我的感觉 都是非常的亲切的 因为我自己是阿尔巴家庭 我了解他们心中的这种所谓的 英文讲叫resentment grievances 我非常可以了解这些情感 郑恨 那你在书里面写外省人的双重性 说他们既是因残酷内战 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又是君临于台湾岛民的 专恨殖民者 你能不能稍微详细说一下 这个是应该是说学术上 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 因为毕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当我思考到最后要把历史研究 写成一本书的时候 我知道说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 你take的这个立场非常重要 那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怎么样来说这个故事 当然它是一个以外省人为中心的历史故事 那依照他们的说法 比如说像龙台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齐邦远这样子的人 他们就会说 我们是战争流离的受害者 是比如说1949的内战 还有共产党革命的受害者 他害我们离家背井 来到这边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 因为那个战争死亡 或者说1949年之后 留在大陆的这些亲友们 因为跟我们的关系 他们也遭受到很大的冲击跟苦难 其实这些都是事实 对不对 都是你没有办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那也没有人问说 台湾人说你接不接受这些 那台湾就只能接受 对不对 然后你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每个人一穷二白 那就是说需要 因为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政府 是大部分都是外省人组成的 那所以你有这个政治权利 你就会去分配利益 那当然就是对台湾人不公平 它就会产生一个 这种社会的阶级性 虽然有一些台湾的学者 尤其是如果是外省家庭出身 一直想要证明 这样的不公平性跟阶级性 并不存在 或者是说过了二三十年 已经淡化了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把这个政治 还有文化上面的优越性 尤其是 我说外省人他们自己呢 其实他有这个优越性 他这个优越性其实是来自于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中华文明 如果我是从这个比较中心的 就是大陆中心的这些地 我就比较看不起这些边缘的 对啊 对 西藏人 新疆人 而且这个不是说 你刚刚讲这些所谓的 本身就不是中华民族了 比如说蒙古人 西藏人 维吾尔人 也就是说新疆的那些回教徒 或西藏人 就他连这种比如说 讲广东话的人 或是讲闽南话的人 或是讲一些这个 本土方言的这些人 就是这些算是中华语言 跟文化的这个一部分 可是他就是因为你不是这个中原中心 他就说 你其实文化层次比较低 你应该要感受我这个 所以他有某部分的外省学者 包括国民党政权本身 这个当然是跟冷战的情势有关 就是国民党在冷战的时候 这个政权 因为他流亡到台湾来 他想要跟全世界跟美国说 我才是那个正统中国 所以我带来这个传统 你看故宫的国宝 我运来多少 然后中国的这个共产党 在迫害这些文化 所以我才是这个的 那你看他是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他对于这个本土的讲闽南语这些 或是讲客家语这些 也算是在他的定义里面 算是所谓的中华文明人 算是汉人 他也会觉得说 我就是高你一等嘛 那你要学如何讲我语 然后尽量不要使用你的方言 所以其实你看我讲的这个也都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都是进入到 真正的事实的探讨的话 那你想想看 这写这个历史就很困难 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慢慢意识到 就是因为这个困难性 让他在一个学术上的讨论 非常有价值 因为我们通常看这个殖民 非殖民 我们都是比较这个黑白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是殖民者 要不然就是你是好人 要不然就是坏人 但是我发觉说 如果你很复杂的两面性 去看他的话呢 你比较能够了解 他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形成 他这个所谓的 如果说有一个叫外省台湾人认同的话 他是怎么形成 然后他们为什么跟当地的台湾人呢 如果是一般从中国大陆来的民众 可能不了解说 都是中国人啊 怎么会有当地的人是想要台读呢 那是不是因为被日本统治就是 但日本统治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这样子的历史情形所产生的 台湾现在的社会 你看到这个复杂性 还有不同的历史记忆群体这样子 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就是把这些所谓的细致性 然后把它全面的写出来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你问我说 他们是不是可以定位成为殖民者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这样子定义 那他们是不是因为一场很大的战争 流离啊 而且我认为这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 如果你是活在20世纪 还是前半期的话 几乎每一个活在那边都受过战争跟流离的痛苦 因为那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们是不是逃难者 然后他们是不是失去家园 然后想要回家 他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悲苦的一个情境 有 对对 所以我就说这样子的两面 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话 你必须要去了解这样子的两面性 就是我今年六月份去台湾 做关于台菜的复兴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外省人从四五年五十年代的时候 到现在他占台湾的总人口都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点 但是在我们大陆人就至少从我个人来说 我们从小都是读白仙勇 龙印台 齐邦元 这些人的书长大的 我们印象里面就认为外省人 大陆去的人猜着台湾的主体 这个是一个还蛮奇怪的认识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就是说证明了我刚讲的一点 就是那个所谓的文化的优越性 政治文化的优越性这样 因为 还有叙事的主体性 还有就是说大陆的人跟他政府 想要跟台湾交流的时候 因为他想象的是一个49年的分裂的中国 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子去交流 是 我再问一下你写到 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帮助人类思考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即沉溺于各自历史创伤的愤恨不平 自以为意或崇高氛围之中的不同记忆群体 如何修复关系 你能不能说一下什么叫不同记忆群体 这个是一个都是从我的历史研究里面而来的 那当然这个记忆群体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我发明的 在西方有一个学术组织或者是一个学术community 它叫做记忆研究 那记忆研究里面它是包括了很多 我们西方讲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很多学科 你有历史学有社会学有哲学 首先呢我们都觉得说记忆是自己 比如说我是一个个体嘛 我有这些经验 然后我看了什么书 就有个这个记忆在我的脑中 比如说你问我说 你对于抗战八年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就跟你讲一对 那个东西就叫做历史记忆 那有很多相同的历史记忆的人 他们会形成一个记忆群体 但是记忆群体很好玩 它可能非常的diverse 它一直性很大 比如说可能从中国来的听众比较容易听得懂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有很多人 有些在社会的底层 然后有些是共产党高官嘛 他掌权这样 因为甚至有女性有男性 不同性别 甚至不同的族裔 但是因为他们都受了某种的 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好了 或者说他们在中国这个氛围里面 看了很多抗战神剧 然后呢去了这些抗战博物馆 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然后有做了很多红色旅游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对这样子的历史 有一种探法 那这看法是大同小异 那他们这些人就会形成一个记忆群体 那我今天讲的是说 比如说在台湾现在已经成为民主社会 那就是会有不同的记忆群体 那这个记忆群体它是一种归属感 它是一种认同感 比如说你去问一个外省家庭好了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外省家庭 它的记忆都是 因为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族裔里面 它可能有人有不同的历史记忆 那是跟他的环境还有他自己本身的选择 两个这样加起来有关的 但是我用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个外省的家庭 他可能是三代外省人或是二代外省人 可是他就觉得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49年的历史嘛 然后中华民国的历史啊 中华民国在台湾 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民进党的政府啊 或者是绿色政权执政的时候 他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因为他们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这个台湾独立 然后他就有台湾独立的一个历史啊 那因为你看他这样的想法是因为 他接受了这套国民党传下来的这个历史论述 这个历史论述其实是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开始 就是说啊这是皇帝啊 然后三皇五帝 然后道统这样传传传传 传到最后传到我手上 不是传到那个共产党手上 我才是那个中国 对不对 所以你相信这一整套 然后这个成为你的认同的一部分 你就是这个记忆群体的一部分 那他就是跟这个所谓的自我认同 跟群体认同 还有你的情感这样子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跟你讲 我也是认同这个论述的 我们两个就觉得很谈得来 尤其在网上在交换意见的时候 就很谈得来 说啊对对对你讲了 那问题是说如果我不接受你这一套 比如说我是这个 比较台湾主体意识这一块 反正台湾就是 它就是一个岛 它自己就是 很久以前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可是它就遭受到不同的殖民势力 比如说那个荷兰先殖民 然后来和西班牙 那可是后来是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跑 问题是说他也是外来 然后来就日本人 国民党都是殖民政权 然后我们有个台湾主体性 对不对 那这样子 那我对中华民国的看法 就是说他是殖民政权 那最好可以不要存在 那个宪法改一改 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看法 你就是另外一个记忆群体的人 那我今天讲的是记忆群体的冲突 因为彼此没有办法去融合 然后你跟我之间有点势不两立 这个并不是只有在台湾有这种情形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 不论是威权的 威权的国家可能会比较 因为它有一个官方的论述会比较放大 那但是并不代表说 反对官方的一些论述 它是不存在 它存在只是它被压抑 那在民主的国家里面 你说它就不会有这种 那民主国家那不同才多了 就像美国这样 这么已经两三百年的民主国家 你看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论述 不同的群体 比如说这边的少式主义 对不对 比如说African American 黑人主义 它的对于美国史的看法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这个记忆研究这么的重要 是因为说 如果你今天看 我们现在有两个很大的战争 一个是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 另外一个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当然这些它都是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你不能说它就是历史记忆产生 但是历史记忆本身 尤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创群体 然后俄国人就说 跟那个乌克兰说 你不是乌克兰人 你是俄国人 乌克兰人说 谁说了 我是乌克兰 这是我的认同 你看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 它过去发生的历史 有非常不一样的解读 那你看这个 以色列人跟巴拉斯坦 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这个都是 历史记忆冲突的一个问题 好有意思 你引述这个社会学家 Jeffrey Alexander说 创伤过程是一场危险赛局 它可以将人举上九天之巅 或推落欲望深渊 创伤叙事可以引发文明构造的重大修补 也可以触发几轮新的社会苦难 你说讲述和在线人类悲苦 绝非任何人不经认真 自省不做 伦理考量就能等闲逝之 你能不能展开说一下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OK 因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比如说像看台湾这样子的历史 或者说同样的东西也可以说 你去看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历史 对吧 对 人来来去去不同的政权 然后呢 他在一些历史时期都发生了一些惨剧 战争 殖民压迫 白色恐怖 一堆我们这边叫state violence 国家暴力 国家暴力 对 那你这样子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今天在讲的是去诉说历史 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拍一个纪录片 或者说你只是想要在网上弄一个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podcast 或者是拍个短片 来诉说一下你的 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 对不对 我说你是做任何 只要类似这样的事情 大到写一本缺术的书 要做几年的研究 要花几年时间 小到今天就来发表一下我的感想 我说做这样事情的人 都必须要很深度的去思考说 第一个 我对于这个历史的复杂性了不了解 然后有没有完全全面了解 第二个是说 你要去思考 我跟这个事件 还有这些事件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跟这些人的权利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是属于什么样的族裔群体 跟记忆群体 那我今天讲出来这些话 跟你讲的故事 我要怎么样去 因为事实是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辩论的 就我刚讲的那些都是事实嘛 问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讲这个故事 谁是故事里面的好人 谁是坏人 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 这个是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伦理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很深度就去思考 这样的伦理责任 因为创伤可以创造更多的创伤 比如说我现在活在一个相对好的时代 记忆研究有一个学者 他叫做Marian Hirsch 玛丽安娜赫西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的教授 他提出一个概念 这些都是记忆研究的概念 那概念叫做Post Memory Generation of Post Memory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看不同的这个世代 所谓的后记忆世代 这样子好了 我觉得这样听众比较容易懂 对于我而言 228事件我是后记忆世代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它是发生在我前一代的人身上 对吧 那我要去呈现这样的历史的时候 我真的要做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 然后非常深度的思考 我要怎么样去 其实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完全站在你认为是受害群体那个角度 然后去讲它的故事 讲它是如何被压迫 如何被残杀 如何被 那有很多人觉得说 那有什么不对 因为他们就是在历史上被压迫的人 就是把那个故事最大呈现出来 然后把上面这个压迫的这个政权 或是这个系统 把它很大程度的暴露出来 对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做法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外省人这个例子这么有趣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 千战者殖民国家这样子 但是它是真的受害 而且比如说你如果去看说 为什么蒋介石这个政权到了台湾之后 它刚开始那几年的白色恐怖 真的好恐怖 那就是因为它在中国 跟这个共产党的斗争 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后它认为说 在50年它的很多失败 都是因为它军队跟政府里面 本身就有很多匪谍的 就是它的认知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历史学家 想要去解释的时候 就有人说 那你就在帮这个政权说话 你好像是说 那它这样做有理由 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对 它转型正义也不用做 我们其实研究的历史人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说 我们把它解释 解释 我这跟我学生讲 我说 这个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我们说 Explanation 并不代表 Justification 解释并不是合法化 对 解释不是合理化 或是合法化 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说一下 你在书里面对龙印台的 《大江大海》 1949这个书 有比较多的批评 在319页这一页 你能不能念一段 龙印台在该书将 外省人的大出走记忆 与20世纪中叶 曾在相隔遥远 不同战场打仗的 本省人原住民 德国人 苏联人 跟美国人 英国人 跟澳洲人的 回忆并致 读者所见的是一幅 展现大量暴行 与破坏的全景 这幅景象 或是这样的诠释 缺乏任何历史脉络 与分析 龙印台 以一段要求 历史正义和 跨文化 同理的情感诉求 为全书做总结 他反问到 我可不可以说 所有被时代 践踏 侮辱和伤害的人 都是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 尽管龙印台 所说的故事 当然 撕心裂肺 他的恳求 既高贵 又充满同情 但大江大海 1949 设法创造出来的 却是一片 人类悲苦的 空洞宇宙 我在英文说的是 MT Universe 其中唯一的加害者 是历史本身 是生不逢时 生不逢时 则是受苦受难的 首要原因 这样的结果是 即使大江大海 在台湾大受欢迎 而且大为创销 却也引起不少 负面的回应 尤其是本省人 政治及精英界为省 这个当然就牵涉到 我刚刚讲的 所谓的这个伦理思考 你看我刚刚说 这个最简单的立场 就是站在受苦受难者的角度 那我觉得说 龙一台在那本书里面 他想要呈现的是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难 人类20世纪中叶 就是有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对于中国而言 那个大战结束之后 还有这个国共内战 所以人民流离失所 对不对 然后跟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他也都受这个苦事一样的 所以呢 就因为大家都受过 这样子的时代苦难 所以呢 大家应该可以互相理解 然后能够互相同情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就可以世界大统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因为真正实际上 你如果一直去诉说这些 它会让人产生 很强烈的情感 对不对 你看在台湾事实上 本土这一派非常强调 国民党统治所带来的 这个228白色恐怖 还有就是所有的不公平 那外省呢 也有一批对中华民国 非常有感情的本省人 真的很多 他们非常接受 49年这个流离啊 这种看法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两个都很 很同情他们自己的历史 然后也想把这个东西 传给其他的人 可是你到最后就发觉说 这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不相交这样 而且他们认同这两个 不同的这样的历史论述的人 其实他们到最后 真的造成的结果 并不是能够互相同情理解 而是说 你讲的那个东西 对我而言是一个 非常offensive的东西 是一个你就是攻击我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其实呢 这个就是伦理思考 他才能够真正的去 我不是说就一定可以促成和解 我说才比较有机会 去促成和解 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 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说有一批啦 我知道说大陆来的学者 或者是说在海外的人 他们觉得中国只要民主就好 中国只要一民主呢 那这个跟台湾之间的这个什么 就是走在一起啊 那就不用讲了 香港问题也就马上解决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会很自然而然许到取舍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对不对 所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共产党这样子 或是说专制统治 可是我就觉得说 你也就想的太简单了 对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这个历史记忆跟民族情感 它可以是说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了 可是它百分之八十的超过一半的人民就说 台湾一定要成为中国了 怎么可以不行呢 而且你那个时候呢 你就有人民的力量 人民选出一个政府 然后跟那个政府讲说 那是民选政府 说你今天收复台湾 其实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要务 那你说他打不打 对不对 所以民主国家就不会战争 那很奇怪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从20世纪以来 最常发动一个战争的国家 或是最常involve 引战成一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美国 他可是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不对 可是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 还有是说 他的本身的这个历史想法的一个问题 他就会去做 他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 对 他该做的事情 是他大部分的人民都觉得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说 这个是透过不断的磨合 不断的讨论 先把所有的事情事实都厘清楚了 但事情厘清楚了 只是第一步 对不对 对 就双方要真的去讨论 就是一样 如果今天中国的学者 他可以感同身受的去 了解台湾的所有的人 包括外申人 原住民 还有像我这样子的 所谓的本省 或是台湾人的历史经验 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 我做这个研究最重要 就是说 你真正进入他的 因为你是透过深度历史研究 去进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所以你就会在那一刹那了解说 哦 如果我是他的话 对 我这样子想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进入他那个内心事业 我就说 你想这个根本就不正常 中正经验堂 为什么不能猜 像我这样子的人 这个二十八的后代 每次经过台北那个中正经验堂 就觉得太离谱了 这个民主化都已经四十年了 猜三四十年猜不了 那你不要去德国看看 是不是希特勒的雕像 还在柏林中间 就是一样的事情 这就是离谱至极这样 可是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 可是我现在不是这样子想 因为我了解说 这样子的历史 跟它的图像 跟它象征 对于台湾某一些的人 它是重要的 因为那个是他 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他自己还有他的 前一代的历史经验 对他而言 那是他的认同 那他们也是台湾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台湾人 台湾要作为一个主体国家的话 你必须要想办法 去把他们的想法也纳进来 就是你写一些研究创伤的社会学者 致力于揭穿这种共享的痛苦记忆 或者认同 你说这项工作既有必要 也很重要 因为某些历史委屈 是为了用心险恶的政治目的 而被夸大甚至捏造 你写到说 与受害者有关联 不会让某人变得神圣 也不会给他为受害者代言 乃至对任何创伤相关问题 发生的特殊权利 同理与加害者有关 也并不意味着某人 必须活在原罪之中 用尽一生道歉或补偿 这段话特别好 就是我一直都在思考 就是中国应该如何面对 日本侵华期间的恶行 如何对待现在的日本人 以及中共如何把日本侵华 这个历史创伤工具化 变成它合法性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 你这段话对不对呢 是 我觉得说 您刚刚给的这个例子 非常好 如果说你要回忆这个 比如说以中国作为例子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 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中国这个土地上 可能自从 你要说百年国耻的话 那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一直到现在发生了 这么多这个人间惨剧 那有一些是西方殖民势力 还有这个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 但是有其他的一些 其实是中国自己本土的政权 包括现在的这个 共产党政权造成的 那你要选择 回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因为记忆这个东西 其实集体记忆跟个人记忆 都是一样的 有这个做转型正义说 记忆的反面就是不正义 意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记得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是让过去发生的 这些惨剧或不公不义的事情 就是让它被泯灭 但是没有错 但是记忆的背面 其实也是什么 是遗忘 因为如果是说 我们都是用这个 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讲的这个我们 可能就是掌握权力的人 通常就是说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它掌握了政权跟资源 尤其是这个教育资源 还有在公共领域上 传播资讯的这个资源 它就会想办法 因为它要形塑这个 国家里面的人民 对它的忠诚度 所以基本上两点嘛 一个你要爱国 这个国就是我 那通常你就是有一个 外面的敌人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 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它害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政权本身呢 它是帮你把这个敌人 给去除的人 所以呢 我今天为什么 我能够执政 或者说你为什么 要支持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子 我是你的恩人 如果你没有我这个党 或者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体制的话 你基本上就会 变得跟以前一样 对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对对对 你能不能说一下 就是我们上次通话的时候 你有提起来 共产党对这个 日本侵华的这个记忆 它有一个 从八十年代到后来 有一个演变过程 是不是 是啊 这个当然是牵涉到 冷战时候的中日关系 因为冷战的时候 有两个中国 有台湾的中华民国 跟在中国大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刚开始的 应该是二十年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被承认的 他当然他被这个苏联 还有其他的共产国家承认 但是他的联合国里面 是没有习次 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 这个中国那边 毛泽东这个政权 他一直想要寻求 国际的支持 包括日本的支持 他想要把 因为日本 南韩 台湾 这些在美国的 这个战后的体系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 是一个美国 他就说 这个有一条线 我要防堵共产党 那这些都是我的盟友 然后包括为什么 他后来跑去打 这个越南战争 因为全部都在 这条线上面 那中国那时候 采取的态度是说 在国际政治上 你要对日本示好 那你看蒋介石 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说以德抱怨 以德抱怨 我们不赔了 对不对 那蒋介石的态度是这样 那你毛泽东的态度 应该就是要更软 所以他就变成是说 他在国内的 这个本身宣传方面 当然他今天 共产党讲说 我领导对日抗战 国民党没有用 那都是我在打这个游击战 然后到最后才 才真的把日本人赶 他还是有讲这个 可是他尽量 没有那么的 仇日这个东西 没有在人民的心目中扩散 他那时候仇的国家是美国 这个美国帝国主义 所有的亚洲所有的问题都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转 因为美国在这个大战期间 他是帮助中国的 他穿着帮助蒋介石阵 他是帮助中国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反转 然后其实这个是第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说 你看毛泽东时期的中国 毛主席是真的非常相信 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加上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 是人类未来的真正走向 那个是真正的历史的终点 所以他觉得说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回忆 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 中国民族主义 也是有中国民族主义 但他那个民族主义 并不是建立在 你过去就是如何被人家羞辱 如何被人家这个亲 这个回忆起来都太丢脸了 因为现在中国人民 已经站起来了 对不对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那个时候呢 尤其是五零年代晚期 这个中苏关系开始 立衡开 他就说你看苏联 他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 他修正主义 他基本上又还是一个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子 那我呢 今天是要领导 中国所有的人 然后呢 为全人类创造一个 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天堂 所以才会有大跃进 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去这样做的话 这个生产力马上超过美国 这十年之内超过美国十倍了 所以呢 那个民族主义是对于未来的 一种胜利的一种 所以他不看过去啊 他一直在讲说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超英赶美什么的 对不对 为什么到最后会仇日教育 变得这么的严重 当然是因为改革开放啊 你看天安门就是这样 80年代的中国好像很自由 然后一直接受外国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 到70年代中期 其实毛主义死之前 人民就已经累了 就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子搞的啊 怎么就搞到都 这是文化大革命什么 然后后来OK改革开放 真的看到外面的世界 觉得说那个不坏啊 但是这个共产党执政就有问题了 那你讲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后讲毛泽东思想 然后想说这个不是中国的未来 是人类的未来 那好像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对于这个 这些所谓的主义 然后跟这个政权 你就开始离心离德了 那我觉得其实共产党挺厉害 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另外一种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在80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你会发觉说 它帮中国非常多 那当然对于他们自己也有利嘛 他可以来中国投资 然后他借给中国很多钱 然后有些是很低的利息 然后有一些是真的不用还的 但是在天安门发生之后呢 江泽民就觉得说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而且他看到台湾人民在抗议了 然后国民党受到压力 然后他好像就是真的民主化了 放弃一党专政了 那共产党在他想法里面 他觉得这个绝对是 他的政权会垮台 所以他就开始说 江泽民那时候真的发下了几个档案 内部大概传阅了 然后说OK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 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然后你就是要有这些基地啊 如果你看那些对于抗战纪念馆 连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都是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 才开始弄的 真的 应该是85年 然后到最后到 后来到90年的时候 才搞得像一个样子 如果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 49年的时候就弄呢 所以觉得说 这个都是记忆研究的一部分 历史研究呢 分很多种这样子 我说 我们讲的这个叫历史记忆 什么叫历史记忆 就是对 比如说你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你对日本清华的看法 你对228的看法 你跟我讲 然后你有一套论述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个叫做历史记忆 因为它是个记忆 但它是有关于过去 一个历史的事件 那什么叫做记忆的历史 所有有关这个事件 然后过去从现在 人讲过的话 包括个体 包括政权 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讲的不同的话 你如果用记忆的历史 去研究看这个 中国它对日本 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跟现在的日本人相处 首先呢 我觉得大家要了解的是说 现在活在日本的人 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 杀任何中国人 或做任何对不起中国 我就是广义上来讲 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这样子 并没有 大部分人都并没有 所以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冤仇呢 事实上是没有的 你所有的冤仇都来自于 你奉为高涅的这个历史记忆 那你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东西 你要去仇日 你要去说 要杀光小日本 要收回钓鱼岛 我有听什么 宁愿华夏不撑草 也要收回钓鱼岛 这样的事情 太可怕了 对啊 这不是很可怕吗 那一样啊 对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完全忽视台湾 它自己本身的发展的现象 然后就说 不行 为了这个民族大义 为了国家统一 我就有一天 一定要收回台湾 如果不收回台湾 我心中好像就少一块的 那我觉得你自己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你的这个历史记忆 本身影响了你 那在这样子的记忆 它的背后 它到底 它讲的这个记忆 告诉你这个故事 它到底多少是真的 多少是假 或者说它只是 某一个面向看事情 我觉得说 如果针对于这个两件事情 就对我们刚刚讲 那个历史本身发展的复杂性 还有跟这个历史记忆 本身这个论述 在不同时代跟政权的变化 这两个方面 都可以非常了解的话 而且这些了解 可以扩散到一般的人民 那我觉得处理这世界上的冲突 包括将来的两岸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妥适的方案 对 你在书的结论中 也提到在中国进行历史创伤记忆 与和解的困难 你写到相较于外国帝国主义者造成的创伤 自行施加的痛苦 也就是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很难得到承认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短短74年 历史中有很多创伤 比如说文革 大饥荒 三反五反 有一些比日本侵华战争死的人还多 但是这些创伤却不被官方和个人家庭提起 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中共要特别强调日本侵华的创伤 而对自己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创伤绝口不提 甚至禁止大家提起 同时呢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愿意提及这些创伤 而更愿意提类日本侵华这种更加久远的创伤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到更近一点的就是清零运动 是吧 十几亿人遭受重创的一个政治运动 但是大多数人好像很快就恨不得就把它忘掉 反而更愿意去回忆80年前那场战争 更愿意为这种的日本侵华战争而愤怒 而不是对清零战争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感到愤怒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首先呢 一样有两点 第一点你没有办法去完全说 因为毕竟如果人活在一个威权体制 像中国这样子的社会 尤其是进入当今这位领导者 习近平统治的时代呢 那人跟人之间 还有这整个国家的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都会自我去归训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就算一个美国的学者 像我这样子 去中国一样乖乖的跟猫一样 我可以在这边大放厥词 因为这是自由社会 对我这样很多听众都觉得 你也可以在自由社会大放厥词 对你回去就跟猫一样 对没错 因为人都是这样 人有这种所谓的想要自保这样子 尤其是在中国还有亲人的人 可能在就算你已经在所谓的比较自由开放的社会 你也会对自己的谨言盛情 所以某些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就是原理你刚刚说明了这种现象 说我选择性的去 因为那个是国家想要听到我讲的 他希望那我就 因为有时候人有很多这种被压 尤其是在一个不公不义的体制之下 这样子 你这样的生活呢 当这个国家或社会主义的铁拳打到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抒发这个情绪吗 因为人都有这些情绪 那我就刚好借由这样子 大家要一起去恨日本人 大家要一起上街 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宣泄一下 可以砸东西 那我就去宣泄一下 或者是说 骂这个死台独 港独呀 对对骂港独啊 骂江独啊 骂你就是混蛋唯吾人这样子 对不对 恐怖分子 像这样的是 去骂以色列人的现在 这样子是国家言论是可以允许的 在某些情况之下 在某些范围里面 那我就会这样去做 这个就是极权或者是威权国家 对于人的这个言论跟行为的这种规训 OK 所以我就说 这样子的一个factor呢 是必须要被列入考虑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我觉得这个面向是比较难看到的 比较隐藏性的 但是其实呢 这个也不是只有中国的人 或台湾的人 或是日本人 因为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有这种性格 就是不想要 如果说用中国的话讲 就是家仇不要外养 这样子 如果我们今天呢 关起门来 没有关系 可是说我们如果是说 就是说大家心里都知道 这个大愿镜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然后几千万人饿死 然后文化大革命 那这真的是一个 对你要说什么 十年艰辛探索也好 反正 以前是说十年浩劫的 后来变成艰辛探索 真正在里面 就是被打到牛棚那些人 被红卫兵毒打 包括红卫兵他们自己 后来也被这个变知青年 然后跑到那个北大荒荒 这沙漠里面 在那里没办法回来 就很可怜这样子 然后女性都被强暴 被什么这样 你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个是 你自己的国家造成 对不对 你自己国家的政策 而且另外一点是说 毛时代的这种 我觉得尤其是 毛时代的这种社会运动 它基本上是 大家要一起参与的 没有人的手是干净的 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呢 那刚才是要建立的 这个应该是毛泽东 他的想法 但是有很多人去觉得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就是那个时候 跟他一起建立政权这些人 就是说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每一个人的手 都不干净 你农民要分土地 对不对 来 全部上台来 这个地主都是你认识的人 有些还是你亲戚这样子 你就是要这个当面 这样指责他 然后你要一起毒打他 这样子 你手不干净啦 所以呢 你把他打死了 一起分他的地 大家都有罪这样子 也不用讲说 谁比较清高这样子 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吗 等到有一天 你这个村庄 再被国民党占领了之后呢 你没有人敢说什么 就是你会自己想办法 去让他不要 被国民党占领 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说 那将来国民党回来 你们这些人都 都一样的完蛋 对 所以把所有的人 都跟你绑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毒的 我觉得我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话 讲完可能 反正我现在也不去中国 所以没有差 对 我真的觉得 不论在 你在人类历史上看 比如说现在这个 怎么讲哈马斯 你看他的做法 就是我就把所有的 巴尔斯兰 就跟我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试想说 你要让经历过这样子的人 他本身都已经被创伤了 所有人在这里面 都是加害者 同时也 通常都是受害者 就是受害者 他也有加害到 就算他没有真的 去加害别人 他至少 他在1949年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政权是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我觉得他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mental block 这个是我的 prediction 就是我的 预测 就算中国明天 就是民主了 你要让人出来 讲这些事情 然后说 是谁对谁错 谁造成 他本身就会 对这样子说的人 还有接受这个资讯 造成很大的 遏制伤害 大家就要去 不是说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觉得 全部忘掉是不可能 一定有人会讲 但是大家要先做好 这个心理准备 对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可以举个例子 像以前 这个东德跟西德 合并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共产政权倒台了 然后他们那个 斯坦西 就是他们秘密 斯坦西 对 斯坦西开放了 然后呢 就是像很多这个 以前东德被抓了 异议人士 被关到监狱里面 能够去看 他们自己的档案 那个真的看到里面 出来都痛哭流涕 到后来是 直接在那边安排一个 可以就是直接跟你谈的心理一声 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 因为你就发觉说 天啊 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老师 就是全部都是监视我的 那他们 甚至我的配偶 对 又臭又长 你想想说 我生活了一辈子 到头来这样子 你看 这个一样的事情 就是人们互相伤害 对不对 这个都是 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个 威权的政权里面呢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当人民 你可以让人民 互相去怀疑对方 互相伤害对方 然后互相要抢着 对这个政权 还有掌握权力的人 权力有很多不同的层嘛 但是都是 你对上面的人 要一直表忠这样子 对对 然后因为上面的人 都掌握你一些把柄 因为基本上呢 如果今天所有人 都不该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就让你做 对不对 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就这代表什么 你们所有 做这样的事情呢 包括商人 从上到下 官员 犯夫走足 你的都有把柄在我手上 我今天要 利用权力去说 你不听我的话 对不对 马上把你抓起来 这样子 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 记忆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为什么困难 首先就是 这样的情形 要你出来回忆 真的很困难 而且其实人呢 都比较 我觉得一个人的 nature 他非常不容易去承认 自己做错的事情 然后自己 需要负责的事情 去指责别人说 今天是你来侵略我 我是一个 无辜的受害者 今天是国家来害我 或是其他人来害我 都是比较容易 然后比如说 我如果去逗谁 我干嘛 那是我被迫了 这样子 对没有错 你被迫了 但是你必须要去承认 是说你基本上 你被迫 但是其实你也是 这个威权政权的一环 你知道我之前 在台湾演讲 我曾经说过 我说如果你要讲原罪的话 我觉得所有活过 台湾威权统治的人 包括我的父母那一代 其实每个人都有原罪 你为什么不早点反抗呢 你早点反抗 这不就结束了吗 只是因为国家 把少数人放到监狱里面 然后把少数人 没办法去中国 把他们排除在外 那其他人呢 就每天上班打卡 做好公民 过自己的生活 这样子 然后就赚钱 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对你而言 这跟你不相关 或者说我好怕 这样 我觉得我不要这个 我当然不是说 你就跟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员 什么 或者跟习近平本人 你有一样的责任 你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你有一定程度的责任 对不对 因为不反抗 不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的这些行为 让这个政权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一直持续下去 就是意思是说 他就会做这些 对你的国家的 跟你活在同样一个国家的人 Your fellow citizen 就是一个伤害的事情 对 因为我讲这样 是因为台湾的转型争议 我就觉得说 台湾转型争议 后来变成说 对啊 大家都是受害者 没有伤害人的人 伤害人有 是国家 所以国家要赔偿 对对 这个好有意思 真的非常有意思 对 就是还有一点 关于这个汉族与少数民族 就比如说 藏族维吾尔族的关系 甚至说大陆和香港 其实也有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为什么大陆人或者说汉族人 很少有人意识到 我们是加害者 而总是要用被害者的这种叙事 去看待这种关系 就比如说 维吾尔族人多么的野蛮 他们偷东西 他们去欺负汉族人 还有这个香港人 多么看不起大陆人 就总是有这样子的 为什么要总是把自己 放在被害者 你前面讲了一些 但是你能不能就 单把这一点拎出来 再讲一下呢 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就像我讲的 每一个民族 或是每个个人 他在设想自己的权利关系 然后跟其他的不同的种族 或者是民族 或者是国家的关系的时候 他都把自己想成是 正义的一方 然后在我们的时代里面 正义的一方 通常就是受害的一方 就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比较弱势的那一方 其实研究历史好玩就是这样 我认为这个如果放在 19世纪的中叶讲 那个时候所谓 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 没有人会同情弱者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真的真的 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 这个就是中国有讲一句 你弱就被打 对 你被打被侵略之后 那些侵略你的国家 还跟你讲说 你要赔偿我的战争损失 我开船来这边 把你打败了 然后我有花费 我有人死掉 对不对 你要赔偿 他是那种时代 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不是那种时代 因为西方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所谓的 比我们进步 不是说他们的人比较厉害 是因为说他经历的这些 他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训 然后他觉得说 不能活在那种时代 所以我们在经历过 之前所有的殖民战争之后 帝国主义战争 然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为什么要像联合国 这样子的国家成立 然后就说 我们一个是联合国难民总署 然后要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国具人权组织 然后要有这个所谓的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铺成这个呢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所以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 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想象 就不是变成是说 我们是强者胜利者 变成是反而是我们是弱者 对不对 因为弱者的位置 就是被殖民被侵略 或者是说 那可是呢 在中国的情况 因为中国其实现在是一个 还蛮强大的国家 对啊 他应该要对自己有这种光荣感 没有错 我觉得那样子的讲法 就是没办法去深刻的反省 自己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的权利 今天你基本上呢 你是强者 不是弱者 你对他而言 对香港而言也是 对台湾而言 你算是 人要看到你会害怕了 这样子 对于西藏跟西藏 你是殖民者 因为这个以前 他们西方也有这样子 叫做Civilizing Mission 比如说维吾尔人跟西藏人 他们基本上就不是 这个中华文明的人 或是中华文化的人 他们可能 按照一些 比如说国际的惯例跟定义 他们应该是 如果他们想要自己民族自觉 成立国家 应该是可以 那你必须要有个说法 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是 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 那你就会变成说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文明 他们野蛮 然后他们的这个制度呢 去迫害他们自己里面的弱势 比如说女性啊 比如说一些阶级 农奴啊 农奴 对 所以说我们进去呢 是带来这个更好的世界 跟文明 这样对不对 我们是去解放他们 对 这个西方叫Civilizing Mission 对不对 看一下他们这些西方殖民者 他们到亚洲来 他们去非洲 去中东这些国家 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文明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 讲中文的人 跟受中华文明 熏陶的人 必须要去 因为你如果是说 我很喜欢这个 孔孟文化 道统这些 你三千年还是五千年 文明 他一定出过很多好的idea 那这些也不是只有 对中华文明重要而已 这个是对全人类 是一种知识的瑰宝 对不对 所以你喜欢那样子的东西 想要去promote这样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对 问题是说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认知说 不是说你是中华文明 或是中国 你就永远没有侵略 其他的地方或是国家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中国就只有小小的一个地方 他不会经历 这么的大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像香港人跟台湾人 为什么比较能够去反省 这个所谓的中华文明 本身他自己的这个殖民性 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帝国 就是因为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你看香港 就是受英国人统治 后来又 97年之后又受北京统治 对不对 就是回到我刚刚一点 如果是说从中国来的人 可以把自己进入香港人的情境 或是进入台湾人的情境 你甚至去进入日本人的情境 你就说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日本帝国 然后为什么会开始侵略中国 跟亚洲其他国家 说对不是帮他说话 而是说我进入他情境之后 我比较可以了解了 不是因为日本人心理变态 不是因为日本人都是 他的天生就是什么狼子野心 就是什么什么 就是对我们中国不爽不适 是因为他今天 在那个19世纪的世界里面 他看到说如果他不成为 像西方那样子的国家 列强那样的国家 他的下场就是跟中国一样 那他不想要这样子 因为你看他之前历史 他基本上除了封城秀吉 有一次要去打朝鲜跟民党之外 然后还有另外一次 他跟高丽有一次战争这样子 那可能在唐朝的时候 他除了这些之外呢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野心要扩张 他就是他在那个四个岛里面这样子 尤其是德帅十一 他根本就是锁国 他比中国还要锁国 对不对 那当然并不是说一样 并不是你了解之后就觉得 那就那他也没什么错 不是 就是说你比较可以感同身受 说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可能行为模式也差不多 那你这样你就会开始反省 你自己说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今天认为他是这样子的行为 那可是如果我既然我是跟他一样的历史经验 我也差不多在行为模式 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批评 我也没有什么好 这种真的很神圣的立场可以 这是我讲的那个神圣性嘛 哎呦 比如说中国的方式 因为我们有这个百年国持 因为我们之前被一堆列强侵略过这样子 然后现在美国还是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又很神圣性 就是有这个神圣的感觉 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对的 都有一个这种所谓的伦理的道德的理论支撑 我觉得说在世界上 不论哪一个国家跟民族都是一样 你越多的对自己能够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能够越多的反省的话 其实说实在的 你这个国家跟文明 其实就会越来越强大 是 我会说西方文明 甚至美国 他之所以今天还可以继续领导世界的原因 其实说穿了一点 最简单的就是说 他永远允许他自己 不论是在大学或在新闻界 这样对不对 永远有反对的声音 我觉得说中国当然有能力 成为这样子的国家 绝对有 而且他的文化底蕴也非常够 但是我觉得他 他最没有的一点 就是我刚讲的那一点 一直到他明白这一点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 积贫和意义的这个容忍是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 是啊 我们从历史到了现在 我们这个国家 中国再往前走 或者这个历史再往前走 每个国家对历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 还有对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这样也能决定你们未来能走多远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结束的点 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 因为你那时候这一两个月前问我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三部电影 首先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日本的电影 它日文叫做Caterpillar 但是它的中文翻译应该叫做育虫 欲望的育跟那个虫子昆虫的虫 它应该是2010年的电影 它导演叫做若松笑二 那部电影我觉得我会推荐给来自中国的网友 或是读者去看这样子 尤其是年轻的一辈 因为主要是说之前在我课堂上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中国的学生 因为这一两年的情况 但是还有的时候 曾经一些学生看得很有感觉 他们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成长下的小粉红 那这个电影是什么 它基本上简单来讲 在一个日本的农村 然后有一位刚刚从中国作战回来 光荣回来的一位日本士兵 然后这个农村还有它的太太 就是欢迎他 但他发觉说 他因为在中国作战的关系 然后受了伤 其他四肢都已经被割掉 然后所以他喉咙也是有受创 发不出声音来 所以为什么要叫做这个Caterpillar 就是英文的Caterpillar 猫猫虫 猫猫虫 因为它就是像一个猫猫虫一样 天天在那里爬来爬去 然后蠕动发出声音这样子 简单来讲 就是让你看到说 然后他本身 因为他在中国做了很多坏事 我们讲的坏事 就是强暴妇女 然后残杀中国人 可是他回来一直做噩梦 那为什么要介绍大家看这样的电影 因为其实就是一位学生 这是大陆的学生 你知道他看完 我问他说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 你当然他情绪上有说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人 然后一个故事 你看他情绪上说到 他说 哦 原来他们也是人 对 就是那一句 这个不是你们剧里面那些日本鬼子 或者是 对 抗日神剧里面的 对 对对对 这些形象 是说他们在日本也有家庭 他也有他的这个community 对 他做了这些事情 可能是他的上级叫他去做 可能他自己也很享受 但他回去了之后 他无法再继续过他的这样的人生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能够让你进到对方的世界 去看他说 他是加害者 没有错 但你看到他的创伤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战争跟这样子的 真的是一个 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 所以你基本上还要 因为这样的历史论述跟记忆呢 将来还要再挑起这样的战争 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什么跟什么 这样子 对 那第二部是 有关台湾摆设恐怖 可能有一些人都看过 他叫做超级大国民 他的导演叫万人 然后编剧应该是 吴念真跟万人一起写 他英文叫 Super Citizen K 应该是 也是90年代初期做的一个 台湾摆设恐怖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看原理你可能就看过他这样子 他很 他节奏很慢 就是一个人出狱之后 然后因为他是 白色恐怖被关嘛 他是政治犯 然后他就开始了 他的人 他去寻找他过去 一起入狱的狱友 但是那个人已经被 国民党处决了嘛 然后他去拜访 以前他一些认识的人 然后包括里面很多回响 那为什么那个电影 非常值得看 除了是说 可能让大陆的听众 能够了解台湾摆设恐怖的历史之外 另外一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国家跟这个政权 他也是个独裁政权 他是个右派的独裁政权 但是不论是右或左的独裁政权 基本上都是一样 就是让人民互相伤害对方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个主角 他出狱之后 他感觉到最强烈一个情感是什么 是罪恶感 对 是罪恶感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狱中被刑求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那些人就打你 什么来说 还有什么人 就是说你们有这个独书位 他不小心出卖了好朋友 对 对 那你就影响到你这个好朋友 还有他的家庭 不是吗 对 你就毁了另外一个家庭 而且这些人 之前跟你的情感是很好 你是跟他们一起去 去上高中上大学的 这个对一个人的本身的伤害 还有因为他背负这个罪恶感 还有对他自己的家人的罪恶感 对不对 你看他跟他自己的家人出狱之后 他的女儿也是就说 你今天国家就把你带走 然后我们就背负了这个你的污名 这样子 对吧 是 我觉得大陆人其实看这个电影 尤其现在是会有很多共鸣的 应该非常有感觉嘛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值得 然后还有最后一部是 如果你有Netflix的话 因为这个是现在Netflix 新出的一部这个纪录片叫做 应该它就叫做Ordinary Man 就是平常的人 或是就是平凡的人 那你觉得去Netflix 你打一个Ordinary Man 这个是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 他们是一批中年的德国人 住在汉堡 他们战争的时候国家征用你 他们不是战斗部队 他们是去 比如说德国在占领很多城市 你需要一些就是警察 一些这种 也是军队 但是它是有点像警察部队这样子 去维持治安 他们那个时候征用 因为他们都是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这种 然后都有工作 有些人大部分都是公务员 然后邮差 还有学校的老师 对 都是这种 你看就是这种 像我这种 大学教授 然后对不对 把你征去 那国家征用你 你没办法 你只好去这样子 但是你知道 他们到了波兰 跟那个后来到了俄国的时候 他们发现很恐怖的一件事 我叫他们做什么 你知道吗 杀人 就是叫他们去犹太的村庄里面 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 然后就叫他们 犹太人自己挖坑 这个是女人 小孩 就整村的人 带到树林里面 叫他们挖坑 然后就是给他们 每个人脑后面一枪这样子 你知道这些德国人 他们有些人是支持纳粹政府的 有些人就冷感 有些人还是反纳粹 不论你是怎么样的人 他们都一起被放到那个情况去 你要去服从国家意志 那部电影最有趣的就是说 你知道吗 他们并没有被完全的逼迫 就是一个他们叫一个警备团 那个警备团是一个中校 他也是一个肥肥的老好人 他出来跟 就是大家列队好 然后他宣布说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他一边讲一边哭 他说上级就给我这个命令 他说我知道说 你们一定不想执行 然后这个很困难 他说你知道他说什么 不想做这件事情的 你现在就可以出列 不会有任何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OK 你就一起跟我们 每天吃饭 睡觉住同个营房 但是执行的时候 你不用去 但是他问了很久 都没有人愿意出列 后来有两三个人出列 然后才有其他的三四个 三三两两个 当然大家会一起骂他们 说你们这些懦夫啊什么 但是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并没有 真正接受惩罚 但是他这一边就是讨论说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只有少数人选择他因为他自己的良知 他不要去执行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很有趣 他请了一堆就是心理学家来讨论说 人在这种威权体制下的心理学 这样子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细致的讨论 你知道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学那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要有毒气室跟集中营 其实就是这个 因为刚开始德国在波兰 跟在后来他们入侵俄国的时候 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结果你知道后来他们在盖世太保 就他们高层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些文件我们很多都有 他们自己内部讨论最大问题是什么 这些执行的人受不了 包括他们那个武装轻卫队那种 从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那种 然后就已经被训练成说 犹太人就是猪子 你杀他们就是杀猫狗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警队团是一般人 可是他说就连这种 我们从小已经让他在那个 什么希特勒青年团成本 他你真的要叫他去 每天去这个 就是那个女人 然后去抱一个baby这样 你就要直接把他设死 然后埋起 他说到最后很多人都是 崩溃了 像这个他们第一天执行任务的时候 回家是 他们帮他准备丰富晚餐 没人吃得下 吃的人都跑去吐 所以为什么到1942年之后 他开始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样最终处理所有犹太人 他就说 一定要有一个集中银 这个集中银放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火车开过去 对不对 然后呢 用这种毒气把他们赶进去 然后呢 你要很这种非常 他们也不要看到的 对 听说那些纳粹高层 他们自己刚开始去看 就连去看毒气室 他们有些人都在那里吐 因为我跟你讲 他们也是人 那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做这些事情 就是国家暴力做这些事情 去对所有执行的人 他也是一种很大的创伤 你包括 你看文化大革命 叫你真的去把你自己的父母 把你的老师 把你的教授都让他们 逼他们去上吊 把他们吊起来打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压抑在你心里 你不说这样子 但是他对你本身 都有一种很大的创伤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希望说有一天 这样子的创伤能够 能够让他们去有一个 真正宣泄的管道 然后我们后世的这些人 能够帮助他们 也帮助我们自己 让这样子很恐怖的过去 不要变成我们 未来发展的一个累赘 好 谢谢 谢谢孟轩 也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